虽然现在农村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人们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城市好 还是想走出去 这几年 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让原本生活在农村的人们 对城市的了解逐渐多了 对城市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发现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体验到更好的生活 开始涌向城市 那些从农村走出去的人 30年后还会再回去吗 一部分人们在农村里面 不愿意回去 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对于那些通过自己的打拼 已经买了房子买了车 稳稳地在城市里扎了根的人来说 回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好不容易才脱离农村这个贫困地区 怎么可能又回到原点呢 再加上房子的产权是70年 所以30年后 这批变为城里人的农民 应该还在城市居住 留在大城市里有不少好处 赚钱的途径多 比种地强太多了 城市里医疗设施和教育配套资源 都要比农村先进 在这里老人生大病了 可以很快就转到大医院里 就医非常方便 子女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 农村资源有限 而城市里 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 基本上都能买到 农村可放松的方式很秀限制 城市里娱乐方式多种多样 工作累了可以叫上老友 一起吃个饭 可以个歌等等 一部分人愿意回去 是因为传统的落叶归根情节 一开始今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 多赚假钱 如今几十年的打拼 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中国人有很传统的落叶归根的情节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的思乡情绪就会愈发浓郁 时不时的会想起 生自己养自己的地方 虽然在城市里待了几十年了 可始终都会觉得 自己还是村里人 自己的根还在农村 等自己退休了就回去 种种菜养养花喝个小酒 生活也是无比惬意的 越长大越恋家 遇到不顺心的事了 总是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地方 才是家 那里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繁重的工作压着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有的是白云蓝天 鸟语花香 有的是淳朴善良的家乡人 有的是轻松与愉悦 三十年后 那些进城的人 有愿意一直待在城市里的 当然也有愿意回去的 要是你 几十年后 愿意回到自己的农村老家吗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交流 讨论你的想法哦